走在后面的林安心看到她倒下去了 惊呼出声 霍毅也惊呼了一声 池小姐 池宝贝没有说话 但是反应迅速地跑了过去 女人 丽北爵士所有人中反应最快的 撂下丝沉 长腿三步并坐了两步奔了过去 一把就扶住了倒下去的人 她看到怀中的小女人双眼紧闭 面色苍白 心脏就像是被人生生地捅了一刀似的 快要抛成了两半了 弄吼了一声 站着干嘛呢 快检查 要是她有一个三长两短的 我让你们陪葬 医生们赶紧地就围过去了 帮着她检查地检查 叫护士地叫护士 急诊室里边盲成了一团 医院的一角 一个女人戴着口罩 墨镜进入了医院 拉住了旁边忙碌的小护士 问道 赤恩恩在里面吗 在 您认识赤小姐 小护士本来是不想理她的 当听到了她爆出了赤恩恩的名字 停下了脚步 戴着墨镜的人 取下了墨镜 露出了一双漂亮 但是让人看了一眼 就觉得不舒服的眼睛 认识 她是我姐姐 她怎么了 这不是迟雅是谁啊 哦 原来是迟小姐的妹妹啊 小护士恍然大悟地说 迟小姐受了刺激 晕过去了 她受了刺激 怎么回事 迟雅听到迟恩恩晕过去了 眼睛里闪过了一丝亮光 但是她很快地就掩饰过去了 小护士摇了摇头说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要组织医生们才知道 我只知道 迟小姐的女儿发高烧了 带来看病 之后 专家们会诊 然后迟小姐就晕过去了 她说完 还好心地安慰迟雅 不过 不用担心 迟小姐只是受了刺激 没什么大问题 休息一下就会醒的 迟雅扯了扯嘴角 虚假地装出松了一口气的样子 这样啊 那太好了 真的是太好了 既然迟恩恩都晕过去了 为什么不直接死了呢 如果迟恩恩就这么死了 对于她来说 才真的是不能再好的消息 不过 迟恩恩受了刺激晕过去 什么刺激啊 看来 迟恩恩遭遇了倒霉的事了 报应 迟雅 迟雅一下嘴角 想要笑 又为了不让小护士怀疑 还要硬生生地挤出担心的样子 看起来 脸上的神色 怪异极了 小护士没有注意到 她脸上的复杂神色 端着托盘说 迟小姐就在VIP病房 你要是想去看的话 直接过去就可以了 我还要拿去检查报告 您能先放开我吗 迟雅回过神来 松开了她的手 啊 抱歉 你是要去拿报告吗 谁的 我的小侄女的吗 对 迟雅的眼睛一转 马上说 我和你一起去吧 这 不是等着用吗 不要耽误时间了 走吧 我们快点去拿 迟雅不给她思考的时间 催促道 小护士的确是急着要去报告 因为专家们等着要呢 反正只是一个报告 就算是迟小姐的妹妹 跟着她一起去拿 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她没空想那么多 点点头就答应了 跟我来吧 迟雅的嘴角 样起了一抹笑意 跟上了她 急诊室里一片狼藉 所有能砸的东西 都被砸了一个遍 连桌衣板凳都不能幸免 货义踩着狼藉 快步地走了进来 当看到男人 不停滴血的手背 咬紧了牙 担心地说 绝业 您的手在流血呢 我帮您处理一下吧 仿佛变成了 雕塑一般的男人 听到了他的话 动了动 又是狠狠地 一拳砸在了墙上 垂下头 头抵在了墙上 突然问 货义 我是不是很无能 绝业 货义满脸的痛惜 想劝她 又不知道怎么说 她还没有见过绝业 这么痛苦的样子呢 在她的印象里 绝业从来都是 运筹帷幄 雷厉风行的人 这个世界上 几乎没有事情 能够难得到她 也没有什么事情 能够让她动摇 自信到自负 强大 强势 她深吸了一口气 望着手背上流血流的 更加厉害的男人 低声地说 绝业 小小姐的病 不能怪您 池小姐也知道 您不要太过为难自己了 丽北角 豁然抬起头 最美的轮廓深邃 阴谋充满了痛苦 低吼道 为什么不能怪我 本来就怪我 一开始 我就应该结扎的 不对 一开始 我就不应该 不管池恩恩 愿不愿意 在得知她怀孕的那一刻 我就把她 带到医院里 打掉孩子 如果一开始 她很下心 就不会有 现在这么多事情了 只要一想到 池恩恩 脸色惨白地 晕过去的样子 她的心 就像是被人用刀 一刀一刀地 往里面捅 她宁愿得了 白血病的人是她 也不愿意是诺诺 更不愿意看到 那个女人 绝望的眼神 怎么会这样呢 之前不是好好的吗 金志愿给她的资料上面 也没有写着 这种遗传病 会病变成白血病 绝也 我想 池小姐到现在 还是不会后悔 生下了小小姐 池小姐 只是一下子 接受不了 丝绍的话 才会晕过去的 废话 她都接受不了的事情 让池恩恩怎么接受啊 霍毅继续说 但是 四少后面不是说了吗 光靠着血液报告 还不能够完全确定了 小小姐得的是白血病啊 也许 小小姐只是发烧得太厉害了 或者 拿错了检查报告 你信拿错了检查报告 她的智商没问题 医院的人都知道 诺诺的身份 不可能拿错检查报告 至于 思辰后面说的那一些 恐怕 百分之八十 都是安慰她的话 是怕她承受不了 情绪失控而已 霍毅动了动嘴巴 不知道要怎么去回答 她也觉得 医院拿错报告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但是突然发生 这么大的变故 她也不知道 怎么样才能 让绝也好受一点 别说是绝也了 她自己心里面 现在都是不好受的 诺诺小姐还那么小 那么的懂事 如果真的得了白血病 她没有办法去想象 丽北觉看她想安慰 却连安慰的话 都说不出来的样子 原本就烦躁的心情 更加的烦躁了 她用尽了自制力 才把暴躁的情绪 给压了下去 问 赤恩恩 醒了没有 霍毅弯下了腰 恭敬地回答 还没有 小少爷陪着赤小姐在 林小姐也在 赤小姐如果醒了 护士会第一时间通知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